好 劉浦跟這個陳大天 也穩定交往 三年多的時光了 對 你說這三年都是最好的時光 對 我覺得就是 這三年來 每一天都是最好的時光 每一天耶 他會高興死了 天啊 他憑什麼啊 他憑什麼 對啊 憑什麼 另外一個角色 提出他憑什麼 他上輩子有做好事 他今天很熟啊 他會 我們會在一起 也是因為那時候 就是我剛剛說我 劇團 對 劇團 那個要Swing看 三個角色的那個劇 然後我最後出來謝幕 然後因為我那個角色是 很短的短裙跟高跟鞋 然後跟一個緊身的衣服這樣 然後他跟Ken哥就在台下看 想說這個女人是誰 從哪裡冒出來的 對 因為她是腿控 然後他就想說 這個女生怎麼之前 就是完全沒有看過 因為那算是我第一部舞台劇這樣 然後他就是結束之後 他跟Ken哥就打賭說 就是就講垃圾話 就講說誰先要到 這個女生的社群網站或什麼的這樣 結果沒想到Ken哥 根本就是在講垃圾話 然後所以大天 他就自己很認真的 就是從那個DN上面 找我的名字 然後搜尋我的社群網站 然後那時候演出完 就結束回家 我就一看就 陳大天追蹤我 因為我沒有在追星 對這個人就想說 就是那個小哥飛玉琴 沒有什麼印象 飛玉琴 對 就是對這個人 沒有什麼太大的印象 然後想 就是他追蹤我 然後下面開始洗我版 就按我超多讚 然後我就點開他的現實動態 結果全部都在拍我的腿 因為那個時候羨慕的時候 我就羨慕出來 然後他就是 要拍大家的羨慕這樣 結果他就看到這女生 然後情不知敬 就是一直 然後結果 對 結果最後那個線動 就是因為他拍完之後 他回過神來 我們全部都已經退場了 所以他硬著頭皮 就只能發揮那個線動 所以他那個線動 就是這樣拍我腿 然後拍超緊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 天啊 這個男生就是個變態 然後真的 第一印象非常差 是 然後後來他就有在社群網站 就私訊我 就回我線動說 要不要出去喝咖啡什麼的 然後 對 反正就是大概約了六七次 但我對他印象就沒有很好 然後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都沒有答應 然後媽媽就說 就是這樣看人家也挺可憐的 就是一直好像喜歡你 那你要不要給人家一次機會 然後我想說好吧 媽媽就這樣講了 然後所以我就 在某一天 大概認識大概 一個月之後 我就跟他出去 然後我還記得我們約在一個咖啡廳 他就穿西裝打領帶 然後帶公式包 OK 拿保險 然後他也很高 他就說 你好 我是陳大天這樣 我用什麼意思 好人家保險 他就打領帶 然後這樣扣子扣到最緊那一顆 這樣 對 然後我就穿那個素T 然後牛仔褲就是這樣 然後我想說天啊 這個人到底是 哪裡來的 哪裡來的這樣 然後因為他也是 他說我也是第一次跟網友見面 這樣就有點緊張 然後我們就是反正就很尷尬 吃完那一餐 對 但是我那一次我就覺得 他其實私底下 跟他在節目上的形象 還滿不一樣 沒有那麼油膩 因為我原本可能覺得說 血腥可能都會比較 偏油膩一點這樣 他現在挺老實 西裝打領帶出來見你 對 很老實 真的很老實這樣 所以後續就是又在約會幾次 然後慢慢了解這個人 就發現 其實這個人還滿善良 所以他真正打動你的 那個事件或關鍵是什麼 在一起的那個契機嘛 對 有一次在車上 然後那時候覺得 因為我們大概認識了兩個月 他只有兩個月左右 然後他可能覺得時機差不多 他就在車上 我要下車之前 他就跑過來親我 然後可能覺得說 這個舉動我可能就 也會覺得說 那就在一起了這樣 結果我竟然講說 那我再考慮看看 而且我還講出 我也不知道我那時候 為什麼會講出這句話 就是說如果現在就是 滿分是十分的話 你在我心裡面 大概只有兩分 我講出很傷人的話 對 然後他那時候 就有點心碎掉 但是他就把那氣壓下來 他說好 那你回去再考慮看看 然後過了三天 他也都沒有 煩我或什麼的 對 然後我就想一想覺得說 我好像真的 滿喜歡這個人的 然後我又覺得 他還滿紳士 就是他不會說 因為我喜歡你 我就是要窮追猛 就是窮追猛追這樣子 對 所以 我就覺得好像 這個人好像可以 在一起試試看 就他的人品是好的 OK 然後在一起之後就是 從在一起第一天到 到現在三年 他幾乎每天都是會 從他家 因為他住木柵 然後我住北投的山上 接近陽明山 他每天都會 對 他都會開車 然後來我家接我 然後再會 天啊 你根本喜歡是工具人 賣你這個人 可以 就是 沒有啦 很累耶 這個大概會要一小時耶 所以就是比較膚淺的話 我就覺得的話 就是三年 對 一直維持 然後他不會讓我就是 自己回家 對 他可能覺得 女生在一起 不容易耶 不是一開始追求 是他一直的熱度 一直持續 對 我就一直持續觀察 我想好像一年了 然後看你開機再堅持多久 三年了這樣 OK 那代表他是認真的 對 他是滿認真 然後 那有一點讓你覺得壓力很大 對 就是 因為呢 他在跟我在一起之前 他單身了很久 大概單身了四五年 所以 我覺得他也很把握這次緣分 覺得是一個很得來不易的緣分這樣 然後有一次 在他家 然後我們就 就好像因為他 看某個辣妹的照片 然後我就有點任性 就想說 就是跟他小生氣 奶以下這樣 我說我就不理你了 結果沒想到 他竟然直接下跪 他就直接跪在我前面說 寶貝拜託你不要不理我 就是我真的很愛你 拜託你不要離開我 你千萬不要離開我 你不會覺得是綜藝人嗎 我覺得會 是不是有手機 有什麼鏡頭在拍這樣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我那時候有嚇到 我就想說 為什麼他會選擇 這樣的方式 為什麼 我就要趕快叫他起來 就跟他講說 我們其實有事情 我們都可以用溝通的 對 然後才知道說 他因為之前的關係都是 他覺得要用這樣子 比較低姿態的求和方式 對方才會留下來 他覺得說一定要接送 一定要買包包送 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下跪被人家打 或什麼 這樣子的方式 對 他就是 之前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就有點 覺得想說 你之前都是遇到什麼人 對 滿讓人心疼的 對 然後所以之後 我們在一起 我就慢慢跟他講說 其實我們 都是可以用溝通的 然後你不用用這種方式 我們可以好好講 現在就是 對 我們都會吵架 我們會對嗆這樣 現在敢跟你吵架了 對 現在敢吵架 結果他跪下 這樣跪下 我們今天謝謝大家分享 我覺得真的都很棒 每個人心中都有 那渴望的最好的時光 但有時候被破壞掉 是因為我們的害怕 我們的恐懼 我們都沒有安全 明天天 先試一下 我們 跟我們 一起進一步 我們無所謂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命运好好玩 开运服务 包含 神准算命 开运商品 开运秘法 请上网搜寻 命运好好玩